發生在二零一七年 有高中生畢業旅行到高雄 突然抓狂 在飯店大廳上打滾 这个月二十四号凌晨 郭忠生躺在人行道上 痛苦翻滾 多位学生同一个时间身体不适 同学有表示说 他的旅馆的时候 有看到疑似 那个灵异的状况这样 学生们的异状初步排除 是食物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 当下都有人说是中邪 精神科医生这么解毒 过去还曾经有民众到庙里拜拜 结果跳上了神桌 嘴里念念有词 像是Kidang说天语 就是我们会说到现场 就是有很多人 他做同样的事情 我本身也不会 但是我因为看到他们这样子 会说一种学习 也有八家将在面会活动中 突然的集体失控 那这种状况呢 其实精神上面已经出现解离的现象 最常见的一种 民众在睡梦中突然动弹不得 明明意识清楚 但是身体就是动不了 不少人会和灵异事件联想在一起 其实是一种睡眠障碍 又叫做睡眠麻痹症 因为不明原因突然失控民众心怀恐惧 但其实在精神科医生的眼中 都可以用科学解释 民众下一次如果遇到类似情况 保持阵地 对外寻求协助 而一生表示大多的病患 在适当休息过后 都可以恢复正常 三里熊黄奇超和陈凤高雄报道